殷珠 师父 替为师杀了他 是 殷珠姑娘 你不会真的要杀我吧 吴大哥 对不住了 你得罪了我师父 只有死路一条 志平 你 头殿 还算你有良心 尹建平 怎么又是你 你就是尹建平 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快点 替我收拾这个丑婆娘 少废话 还不快走 想走 我就让你们两个一起去见阎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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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那个丑恨娘的吓死了路啊 吓死了 同志 你怎么不听话了 有我早已赢了 你跟他磨磨叽叽地干什么呢 使劲打他呀 直接打吧 无情 同志 有我打着他 打他 别吓我徒弟 小杂种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你 没想到你今天自投罗网 武林七兄卑鄙无耻 所以 我要亲眼看着武林七兄 和他们的后人一个一个都死去 水红杀 我要是死了 你就再也见不到逍遥金了 别以为经书在你的手上 我就不敢杀你 如果你再不把经书还给我 我就把你身上的肉 一片 一片的 都挽下来 我以重欺步断肠红 残毒未消 即便你用再残酷的手法来折磨我 也是我人 快把经书拿出来 别以为经书在你的手上 我就不敢动你 你若不想见到经书的话 那就动手吧 你 别杀我出去 你别 你别乱来啊 姓尹的 只要你交出经书 我就留你一条小命 水红杀 经书我可以给你 但是我要交换的 不是我的命 而是清风宝中弟子的命 你这条件开得也未免太大了 我告诉你 清风宝我杀定了 谁也拦不住 我们也许是拦不住 但是你别忘了 一个丹凤轩 不可能杀掉所有的武林豪杰 你们进攻清风宝 不仅会让你们损伤惨重 而且会成为整个武林的 众矢之地群起而攻之 喂 你 臭小子 竟然敢教训旧我来了 我乃无名之辈 你是堂堂但奉轩殉主 我怎会有资格教训你 我只是说句实话 对你只有好处 你想听便听 不想听 就到我没输 徒弟 小杂中 说吧 条件很简单 三日之后 我们比武定胜负 谁要是赢了 不仅可以得到逍遥金 而且还可以无条件地占有清风宝 你看如何 不行 我告诉你 清风宝本来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我宁肯毁了它 也不会让任何人得到 江湖上都说 丹奉轩是一仗毒药横心江湖 今天我终于领教了 一提到比武定胜负 你就成了缩头乌龟了 小杂中 别给我用激将法 我攻打清风宝 无需动用一味毒药 一样能把你们全部杀死 一个都不留 那就让逍遥金和清风宝 一起通过玉金宝 徒弟你没事吧 三日之后清风宝山下去 你走吧 我要带他一起离开 小杂中 不要得策进尺 你既然已经答应了比武定胜负 就不应该再扣量他 再说 他也不知道经书之事 你留他也没什么用处 小杂中 我行走江湖二世 不是傻瓜 你说经书在你手上 我暂且相信 可我总不至于蠢到 把你们俩都白白放走了 你要是聪明人 赶紧滚蛋 我和你做个交换吧 我留在银行道 你放他回清风吧 徒弟 你说什么呢 你别瞎说了 我怎么能自己走呢 雪虹少 你叫什么名字 家住何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叫吴广大 你念名的师父 好 雪虹少 既然你已经答应了 就不要再为难我师父 我们一人换一人 你不指挥 徒弟 你别怪我 你回去吧 等你回到清风堡 好好练功 三天之后逼我之时 替我好好收拾收拾 这个臭婆娘 替为师出口恶气 别打我师父 你徒弟说得没错 像你这个无用之人 留着也没什么用 殷珠 师父 把那个姓吴的 送出银行岛 引建平 关进地牢 是 等等 怎么 后悔了 我还有封信 让师父带回去 引建平啊引建平 你这个傻瓜 天地下最大的傻瓜 是 慈禧务必交给梵宝净 比武之时 自有说明 信你可以带走 海棠丘鹿乃是一把西式宝剑 不能落入无耻之人的手里 水护手 这把剑是我的信物 樊宝主不见此剑 定不会相信他 不信 不信好啊 他要是不信的话 三日之后的比武 如果他不参加 那就证明他认输了 这样一来 清风宝和逍遥经 清风宝和逍遥经 就都是我的了 这是我徒弟给您的亲笔信 一派胡言 荒谬至极 宝主 出什么事了 我清风宝固若金汤 而且布下了天罗帝王 尹剑平却要我比武定胜负 这不是让我将清风宝拱手相让吗 我岂能听他的摆布 宝主息怒 我觉得这事未必不可 曹先生 你也希望我让出清风宝吗 宝主 我绝没有这个意思 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清风宝的防御 左明月并非掌他人志气 灭自家威风 平心而论 就阵法机关 我的确不及干事九妹 而论无意功夫 水红勺和他的弟子人多势众 我们丝毫也占不了上风 如果硬碰硬 我们必将损失惨重 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 只有坚如磐石的清风宝 可是水红勺擅长用毒 武功又深不可测 只要他们的人混进宝 宝主 恕在下直言 到那时 清风宝说不定会变成另一个岳阳门 左先生 你这是被水红勺吓破胆了吧 一个小小的岳阳门 怎么能和我们堂堂到清风宝 相提并论 更何况 我们还有各路武林豪杰相助 丹凤轩不是我们的对手 陶先生 正因为各路豪杰仗义相助 我们才应该为他们的性命负责 前些时候 干事九妹手上只有十三把刀和金刀盟 便大破我银心刀 而如今 水红勺亲自率 被丹凤轩主力出战 实力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和他正面交手 就算拼尽所有弟子的性命 一在下看 也未必有三成胜算 我实不想再看到 银心岛的悲剧重演 左先生 照你的意思 难道答应了尹建平的主意 胜算就大了不成 宝主 尹少侠剑术高超 宝主更是武功精湛 听说宝主最近得了一位高人相助 这样我清风宝就有了三位武林高手 我猜丹凤轩迎战的一定是水红勺 甘石九妹和二公主金珠 所以 如果比武定胜负 我们的胜算应该超过五成 照你这么说 好处都被我们占了 但水红勺又不是傻子 怎么会答应比武定胜负 对呀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说不定那个尹建平 已经被水红勺收买了 派他来引诱我们 别乱说 我徒弟才不是这种人呢 水红勺之所以相信我徒弟 那他是因为逍遥经 你说那逍遥经现在何处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我徒弟说 他要是不敢比 就把那经书给毁了 他要是比赢了 就把经书给他 所以水红勺就答应他了 宝主 那本书一定是被尹建平 藏起来了 这小子把我们大家都骗了 我去 小妖精真的在尹建平手里 再不再我不知道 反正水红勺是相信了 小妖精乃是中原武林的奇术 绝不能落在妖女的手中 既然水红勺要求与我们比武三场 若是不答应 反而显得清风宝太小气了 传我的命令 三日之后 清风宝山下 与丹凤轩决已高下 这 宝主 这个水红勺绝非等贤之辈 他若没有必胜的把握 是绝对不会同意和我们比武丁胜负 我意已决 就这么定了 这 大哥 你千万不要为了一本经书 就去骂这个险 水红勺和干世九妹的功夫 都非同小可 万一输了 清风宝就成别人的了 陶罗 我赢定了 多亏了有你 大哥 你别拿我开玩笑 你要是让我去比武 就是一个字 死 我谁也打不过 我不是让你去比武 我是说 因为有你 我就输不了 大哥 你把我弄糊涂了 我就是有天胆的能耐 也不能保证你比武取胜啊 因为你帮我找到了黄马克 就是你在后山遇见的那个人 黄马克不是让干世九妹给杀死了吗 他怎么会在清风宝 他没有死 是老天爷把他送来清风宝 让他帮助我战胜水红烧 来人 包主 你去准备一桌韭菜 来 我要喝陶先生 好好喝两杯 是 大叔 你可真好 跟引珠姑娘一样 吃饱了 你说的可是丹凤轩的三公主 我 我好像是听人叫她三公主 不过她这个三公主可做得不怎么样 一点都不开心 尤其那个丑婆娘 就是她师父啊 也不好好教她武功 对她可凶了 我真后悔以前没跟我娘好好练功 因为我就不喜欢 要不然我早就把她救出来 小兄弟 你在引心岛还见过什么人吗 我是说武功很高的人 武功很高 我好像听说 那个丑婆娘和干姑娘武功挺高的 还有一个就是丑婆娘的管家 他们管她叫袁伯 袁伯 说是管家其实就是跟班 我听临珠姑娘说 她武功比干姑娘差一劲 看来我们胜券在握了 尹少侠这一季甚是高明 小兄弟 你先歇着 我明天再来看你 大叔你要走啊 水红勺虽然同意三场盯胜负 但清风宝的防御绝对不能松懈 我要到宝外查看防御阵势 小兄弟 你切莫离开这间屋子 清风宝内机关暗倒重重 万一走错了地方会有性命之用 那我听先生的就是 没想到这个黄马克竟然死而复生 并且呀就在咱们清风宝 真没想到 好 所以我要感谢你 没有你我就发现不了他 这小子劲儿可真大 我的脖子被他捏的到现在还疼呢 保重 好 这个黄马克 会不会就是那个奸细 不会 那个奸细 没有黄马克这样的功夫 燕家宝的功夫 独步西北自成一派 就连水红勺对燕家宝也是忌惮三分 尹建平曾说过 燕春雷的功夫不在干尸九妹之下 昨日我与他交过手 他的内力修为果然深不可测 我派他来对阵干尸九妹 只要他不出意外 干尸九妹输定了 包主 就算燕春雷能赢干尸九妹 可还有一场 怎么办 包主可有赢金珠的把握 你太瞧瞧我繁忙了 我十六年不问江湖是潜心修炼 水红勺的一朝一事 在我心里 不知拆解了几千几万遍 就算我赢不了他水红勺 难道我还赢不了他的徒弟吗 包主说得也是 不过 包主 万一水红勺不顾比武的契约 一怒之下使出七步断肠红 那如何是好 我已经派人去请武当东宗的掌门人 苗远松来主持这场比武 让他后天赶到 如果水红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使出七步断肠红 就是与东宗 与整个武林为敌 我想 他还没这么大胆子 是 是 包主说得极是 包主 比武那天我们在山下埋伏好人马 如果比武一旦失手 也绝不能让水红勺 轻易占了清风暴 嗯 陶璐 比武后天就要开始了 奸细的事情你要快点查 否则 我总睡不好觉 包主放心 我保证在比武之前 把那个奸细找出来 一个人闷在屋里真没意思 要是能有本书看也还好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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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大叔那里应该有书可以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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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左明月先生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好 你到前面去看看吧 哦 哎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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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昨天晚上 清风宝闹内奸 可惜呀 我是错过了这场好戏 没想到 这个内奸居然是你 你 我说雨池姑娘 你别乱说话行不行 我是带我徒弟 给樊宝主送信的 你徒弟在哪 他是不是有信给我 信在哪啊 我 你别动手动脚的 不 不得对男人无礼 信是我徒弟 给樊忠秀的 不是给你的 你少骗人了 尹建平那么讨厌樊忠秀 怎么可能给他写信 快说 你 你先把我穴道解了 我 我再告诉你 你 你干什么 我只是答应 解开你的穴道 可是我并没有说 不再给你的穴道啊 快说实话吧 好好好 我说我说我说实话 说吧 我刚才说的就是实话 那信真是我徒弟给樊忠秀的 我是要半句假话 你就对我用十八种扣行 不是 三十六种 把十八种也行 你 三十六种扣行 我 三十六种扣行 真的 那尹建平在哪里 我 我徒弟 我徒弟出去了 他去帮樊忠秀办事去了 他去帮樊忠秀办事去了 我徒弟出去了 我徒弟出去了 为什么呀 我不是都说了吗 少废话 让你走就走 我 你先把我腿上的穴道解了 我这么走路好沉哪 我把你穴道解了 我怎么再抓你呀 走 快点 我这腿好疼啊 快点 走 去哪儿啊 进去 好 你轻点 一波 我今天找了一个郎忠秀 我给你看病 来来来 坐好坐好 坐好啊 对了 女士姑娘费心了 老头子没什么大碍 就是些皮外伤 不行不行 那也得找个郎忠看一下 清风堡的那些人 太可恶了 臭书呆子 你还站着干吗 来来来来 快点来快点 老伯 坐好啊 奇怪啊 老伯 你这脉 有点奇怪啊 怎么了怎么了 是不是清风堡的恶人 伤了李伯的筋脉啊 难道这书呆子 竟有绝世本力 能耗出我的内力 这李老头 果真可以 老伯 您似乎常年 心事繁重 有优思入肺 卖结中居之相 不过 您中气又通达 还经历这么多年 一点也没有肺虚气弱之状 师叔少见 老婆 想来您肯定是一个生性豁达之人 就算再优思繁重 都被你化解了 庄子就曾经说过 知天乐者 无天愿 无人非 无物累 老伯 您哪 比起那些只会五刀弄剑的武夫 千百倍啊 今天 又白忙活了 老伯 有这么一个人 您要特别提防 老伯 您最好离他远远的 不定什么时候 他也点了您的穴道 说什么呢 说我坏话呢 我说错了啊 你现在就点着我的穴道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我徒弟宁可喜欢干十九妹 也不喜欢你 你 你这个臭熟呆子 你要再来说 我就割掉你的舌头 没事吧 玉池姑娘 玉池姑娘 你个姑娘家 别动手啊 臭丫头 你的功力不够 我自己解开穴了 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玉池姑娘 玉池姑娘 李伯 李伯 清风宝出大事了 小菊 出什么大事了 你快说 听说今天早上 丹凤轩来人下战书 说三日之后 和清风宝在湖边比武 三局两胜 谁赢谁就占据清风宝 李伯 宝主要准备一桌饭菜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好好好 慢走 我明白了 臭熟呆子 你就是那个送信的人 是啊 我没骗你吧 那尹剑平呢 他是不是在尹新岛 我 我徒弟 是在尹新岛 他是为了 好你个尹剑平 你倒好 我为了你留在清风宝 你 你这个没良心的 他要去找干十九妹了是不是 哎呀 不管十九妹的事 他只被水红勺扣去当人质了 水红勺 嗯 水红勺是不是要杀他 他是不是快要没命了 不行不行 我要去救他 我要去救他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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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青姑娘 你不用这么着急 后天比武我徒弟也来 到时候你就能见到他了 不行 我现在就要见到他 你 你 你让开 你要再不让开 我就杀了你 你杀了我我也不让开 清风宝如果借用帝氏 或许还能和我们拼一拼 但论武功的话 他们也就只有尹建平和樊忠秀两人 能勉强跟我们比一拼 而且获胜的可能很小 可是尹建平 为什么会突然放弃防守 提出比武呢 而且樊忠秀 就也这么轻而易举地同意了 难道清风宝另有援兵 以玄珠和甘丫头的功夫 他们就算走遍天下 也难以找到战胜我们的援兵了 老奴认为如果比武 他们期望侥幸胜利 如果两军对垒 他们是害怕咱们的七步断肠红 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你说得有道理 你去安排一下 让甘丫头见尹见平 玄珠 您还是不放心甘丫头吧 不过老奴认为 叶元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甘丫头以前的确是个好孩子 可是女人一旦被情感所迷惑 就容易迷失自己 叶元 你对甘丫头说 让她去见尹见平 想方设法打探荆书的下落 荆书是被她弄丢的 她就应该把荆书给我找回来 而且 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要迟到 是 我这就去办 还有 让甘丫头陪着甘丫头一起去 这样甘丫头就不会起疑心了 我明白了 难道这招就是 快点老师交代 老师交代 让你不老师交代 就不交代 叔 你到底是不是坚信 我是被冤枉的 我是先忘的 你还敢巧辟 那就别怪我鞭子无情了 你是不是坚信了 我是被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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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可是被冤枉的 我真可是被冤枉的 是什么啊你 你怎么样 你怎么呀 我是不是坚信 你 我是被冤枉的 你 你 过来 去隔壁牢房 跟易建平说几句话 是 我去 林建平 你听到隔壁的踩叫声了吗 如果你要是不招的话 你的下场可跟他一样 你别吓唬我了 三日之后 你们宣主自会放我回去 哼 你想得真美 怎么样 易总管 能听到吗 还可以 林建平会不会发现 他牢房的墙壁上有一个气口 不会的 墙没完全打穿 这点您放心 以宣主的绝世内功 殷建平在隔壁 不管说些什么 宣主在这儿都能听得到 你做得很好 事后宣主会重重地赏你 你守在这里 宣主一会儿就过来 记住 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谁也不要说 属下遵命 去吧 走 把他给拖出去 走 银珠 师父你来了 师父您请坐 我不坐了 我有事跟你说 师父尽管吩咐 你过来 一会儿你陪着干丫头去见尹建平 到时候你这样 听明白了吗 师父放心 弟子一定坐得滴水不漏 明珠 这次是你代罪立功的良机 宣主如此看重那本经书 你如果能让尹建平 说出那本经书的下落 你之前犯过的错事 宣主都会既往不咎 是尹建平他们笔捕的砝码 如今笔捕还没有开始 他怎么可能告诉我经书的下落呢 我知道经书的事让你很为难 但是宣主一直在疑心 你和尹建平的关系暧昧 查找经书 是证明你清白的最好机会 明珠啊 袁伯看着你在丹凤轩长大 我实在不愿见到你和宣主的关系 日渐疏远 宣主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 他心里也盼着你们之间 能像过去一样 心无芥蒂 你如母女一般 师父的心情我明白 我会去找尹建平的 袁伯 有件事情 我想问你 尹建平 说他好像以前就认识我 他还说 不要再说了 尹建平是武林七宿的后人 他对宣主恨之入骨 他的话你怎么能相信呢 你记住 这次和他见面 你的目的只是打探经书 其他的事情不要说也不要问 我这都是为你好 我记住了 另外 言多必试 你和阴珠一起去 一切要小心行事 好的 袁伯 是否让银珠妹妹与我同去 自是不放心我 袁伯反复叮嘱我 言多必试 她是担心我在银珠面前失忆 遇到这么多事情 我又能跟谁说 姐姐 你是不是有心事 你是不是 担心问不出经书的下落 嗯 姐姐不必过意担心 我们做弟子的忠于师父 只要尽力了 就问心无愧 是不是 走吧 嗯 属下参见两位公主 宣主让我们来审尹剑萍 这牢里还有其他人吗 启禀大公主 牢里只有尹剑萍一人 好 你们俩在外面等着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能进来 是 尹公子 咱们又见面了 原来是三公主嫁到 有失远赢了 看来今天 我又要吃苦头了 尹公子说笑了 尹公子是何等的人物 小女子 怎敢让尹公子吃苦头啊 第一次和你见面 我这手差点没了 第二次 我险些丧命 这次 我肯定要倒大霉了 尹公子 你把小女子 说得如恶魔一般 实在是冤枉了小女子 不过 话又说回来 尹公子毕毒的功夫 那可真是令人敬佩啊 竟然 能轻易躲过本门蜜毒 别人不知道的话 还以为尹公子 是我们丹凤轩的弟子呢 好了 尹竹 不要跟他说这些废话 说正经事 师父还等着呢 尹少侠 我这次来 是为了逍遥经的事情 这本经书原为我师父作用 如果尹少侠愿意告知荆书的下落 我师父当感激不尽 他答应过 只要他拿到荆书 立刻放荆少侠回清风堡 你的师父 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 只要比武胜出 那荆书自然归他 师父是担心 荆书不在尹少侠手中 如果保存不当 落到庸人手上 会有极大的危险 这一点 你尽可转告令氏 荆书我已安放妥当 万无一失 既然令氏对荆书如此看重 那就请遵守诺言 只要比武胜出 我定将荆书奉上 好吧 既然尹少侠如此执意 那就等三日之后吧 不过有件事情 还要荆书明白 师父并不是投鼠机器 因为荆书才答应你的要求 师父的武功早已天下无敌 那本荆书对他来说 本是身外之武 他只是担心荆书 落入无名之辈之手 危害天下武林 况且 冤有头债有主 师父原本就不想伤害无辜之人 他的敌人只有武林七休 所以才会答应你 三日之后 三日之后生死一战 尹少侠保重 等一等 尹公子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 经书的事 好像是你编造出来的 经书或许已经不在你手里了 是吗 三公主 你不但独吓得好 而且还很会开玩笑 不过这样的玩笑不要乱开 这关乎着很多人的性命 如果经书不在我手上 我岂敢和你师父比武定胜负 尹公子 你们中原人有句古话 叫兵不厌诈 我就是怕你不说实话 不过也没有关系 我来到中原之前 无意中采了一种奇药 叫幽蛮花 以它的花之入药 可以让人神志迷失 有问必答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我连夜感知了这瓶药 还给它取了名字 叫前世今生 宁公子 今天 就先在你身上试一试吧 你可不要反抗啊 你要反抗 就说明你心里有果 不过你不要担心 这瓶药 是不会要了你的性命的 监姑娘 你 殷初的武功虽然低伪 可是她制毒的本事 令师父都自愧不如 我怕这药有蹊跷 我都不能看着你 甘美 你点了他的穴道 你怎么跟师父解释 总会有办法的 我让你为难了 剑皮 你不应该来言信道 我在山洞里不信 我会救无亲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我相信 我是担心无亲 更担心你 你对我的秦业 剑皮无以为报 今天我只有一事相求 既然你已经伤了领处 就不如趁机离开丹凤玄 跟我回清风宝剧 好吧 不行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我都不能与师父为敌 你怎么还把他当作师父呢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他是杀死你父母的凶手 后悔就来不及了 不会的 你说的事情不会发生 我虽然现在没有什么证据 但明明中我感到 水红少知道你的身世 他也知道你的父母是怎么死的 你和他的关系 并没有这么简单 好了 剑皮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会跟你走 我从小跟着师父长大 我和他的感情 你不会明白的 我只希望三日之后 我们不会同时出现在生死栗台上 如果三天之后的比武 水红少偏要你来杀我 你怎么办 我宁可自己死 不要 你是武功奇才 即便我学变天下的武功 也不是你的对手 现在我的命不属于我 它是你的 只要我拼死一战 既对得起我爹爹和我师父 又能让你活下去 我就心脉异足了 剑皮 你别这么想 这次来中原武林 我遇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你 一个是翠西的吴老夫人 是你们改变了我的人设 遇到你 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相思之苦 遇到吴老夫人 让我知道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说实话 就凭剑术而论 我和师父的武功 都敌不过吴老夫人 她的每一招每一事 全都克制住了我的剑法 剑皮 我跟你说这些 是想让你明白 你是吴老夫人 唯一的传人 她的绝世剑法 就是我们丹风轩的克星 你是说 我很有机会 我不应该说这些 我已经对不起师们了 干杯 你都是为了我 只要我还活着 我一定想办法带你走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我不能跟你走 我能做的 就只有这么多了 你抱着我 你抱着我 干杯 你先别走好吗 别这样 你先别走 剑皮 你 不行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你们 我要让你们付出 更大的代价 什么声音 怎么了 刚才好像听到什么声音 地牢的守卫都已经出去了 没有其他人 我真的要走了 你好好保重 金书不在我这儿 我是骗水火烧的 三日之后 不论发生任何的事情 你都不要为我担心 你这么做 会惊怒我师父的 为了清风保众人的性命 我只有拼死一搏 手 戒 腿再直一点 哼 我来 我会在哪里 和拼死我 我肯定是不是 不少 我都不担心 我猶得也不担心 我以为是 快不担心 他尽担心 他要不担心 真过不担心 阿满 grouped 我没事 我怎么在这儿啊 尹建平呢 殷珠 对不起啊 都是我不好 尹建平趁我不注意偷袭你 不过我已经教训过他了 尹建平偷袭我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是怕你给他灌毒药 所以才冒险出手的 可惜了你的前世今生 都撒在地牢里了 我的药啊 那油蛮花 可是世所罕见的 以后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殷珠 对不起啊 以后回到滇南 我陪你一起找好不好 赵珠 不是我要杀你 是你先对不起我的 叶元 玄珠 有什么事 去把干丫头叫来 玄珠 干丫头年少无知 玄珠本该好好责罚她 玄珠有什么事还是叫金珠办吧 免得见了干丫头就生气 我说的话 你都不听了是吗 属下不敢 属下这就去办 等等 玄珠 玄珠 还有什么反复 叶元 这是一碗摇背五速汤 你拿给干丫头 就说 是我吩咐厨房做的 他们姐妹一人一碗 什么事 叶元 算起来 你跟了我有十六年了 这十六年 你忠心耿耿地对我 帮我一步一步壮大丹风轩 丹风轩有今天的成就 你劳苦功高 你劳苦功高 虽然你名义上只是个管家 但是你掌握着丹风轩的大权 没有人敢对你不敬 叶元 你不要忘了 这一切 是怎么得来的 属下 体验性 会把你拒绝了 一省一世 都不会辜负玄珠 你去吧 看着干丫头把汤喝了 再回来见我 是 这事都怪我 要是我多长个心眼陪你过去 他就不会得逞了 姐姐 没事了 老虎不也有打盹的时候吗 启禀大公主 叶管家来了 让您过去一趟 好 我马上就过去 盈珠 你先静心休息一会儿 我晚点再来看你 嗯 你快去吧 袁伯 我正想去见宣主呢 他是不是生我气了 你和尹坚平 事已至此 这事也不能全都怪你 袁伯 这事怪我 是我辜负了师父对我的信任 因为我口拙舌半 没能让尹坚平说出经书的下落 我现在就随你去见他 请宣主责罚我 算了 宣主正在练功 您还是不要去了 但愿三日之后 一切恩怨都能有个了断 你们师徒还能像过去一样 宣主他还能原谅我吗 明主 只要你三日之后 在外担奉玄立功 赢得一场敌武 拿回逍遥经 宣主一定会原谅你的 宣主 专门为你做了一份 摇备无酥汤 说是伤给你们姐妹的 原谅 那你替我谢谢宣主 宣主说 让我看着你把这碗汤喝完 他心里还惦记着你 为什么 什么 我 跑 steam column connector 鈴 钳 整 同 疑 终 直 郭 瘨 钳 石 明珠 三日之后 是你为丹风轩 再见宫业的最好时机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和玄珠 都对你继于厚望 我不会管你 辜负您的期望 禀报师父 弟子按照您的指示 用假药去试探尹坚平 他果然害怕了 经书一试 肯定另有隐情 还有别的发现吗 弟子假装用药去逼迫尹坚平 眼看他就要说出实情了 可没想到 弟子被人打昏了 明珠姐姐说 是尹坚平在背后袭击 可弟子觉得不像 其中一定另有蹊跷 待弟子查明真相 回来禀报师父 算了 不用再查了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你才能招待 在这儿 哪儿 什么有形象 妻子 老你的 就是看什么 你看信心 那你不然 就知道了 这哪儿 你打算是 许多人 还说三日之后 一定不辜负师父的厚望 叶远 你说三日之后的比武 我让谁打头针呢 干丫头心思枕立 武艺超群 而且 此次中原之行 数她功劳最大 本该由她上场 清风爆出了 樊忠秀和尹建平 其他人都不足为据 如果是让干丫头 对阵尹建平 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那 宣主的意思是 二公主忠心不二 急于建功 我的意思是 这次的头阵 就让她打败 是 属下这就去安排 嗯 师父 我知道 你是不会原谅我的 与其和贱品 生死相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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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不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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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说实话 就凭剑术而论 我跟师父的武功 都敌不过吴老夫人 剑平 我跟你说这些 是想让你明白 你是吴老夫人的唯一传人 她的绝世剑法 就是我们丹凤轩的克星 就是我们丹凤轩的克星 草堂剑法博大精神 是我自己修为浅薄 才会输给水虎少 是我自己修为浅薄 才会输给水虎少 谁啊 姑娘 是我 进来吧 你有事吗 也没什么事 就是很久没来看望姑娘了 我想来看看姑娘 不对吧 自从宣主来到银新岛 你就没有来过我这里 你不会没事的 姑娘 要说有什么事 我确实有一件事 我是来给姑娘道歉的 我对不住姑娘 你没什么对不住我的 你是金珠的人 即使把我的行踪汇报给她 这也无可非议 我想说的不是这些 姑娘 自从阮行随姑娘进入中原 姑娘数次救阮行于危难之中 姑娘在阮行心中的位置 远远胜过二公主 可是 在姑娘受难之时 阮行瞻前顾后 不敢挺身而出 姑娘 阮行妄为男人 对不起姑娘 起来阮行 有你这句话就足矣 你赶快回去吧 让金珠看见了 又要出麻烦了 姑娘 我既然敢来 就不怕有任何麻烦 从今往后 谁要是再敢陷害姑娘 我不管她是谁 哪怕是老天爷 阮行就算是粉身碎骨 也要跟她拼个鱼死网破 你的心意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姑娘 好 过两天就要比武了 千万保重 告辞 别说了 你憶不肯 挺好 我自己说 尽快 原来看见 准备了 上随 mother 到狼子一席 抑郁对中原武林不利 武当东宗来武林名门正派 由东宗来主持这场比武 水红烧的阴谋 就一定不会得逞 水红烧祸害中原武林 武当东宗自然不会坐视不睹 但如果有人想要浑水拨鱼 武当东宗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有苗帐门这句话 今日比武 水红烧一定不敢乱来 家儿 在 爹 二若天怎么还没来 他昨天晚上说今天早上要练功 练完就过来 陶鲁 陶鲁你跑一趟 去把俺若天接来 记住不要出任何差错 是 宝主 我明白 好奇怪啊 你看什么呢 那个人 那个人 我在萧云峰见过 他叫陶鲁 不明白 他为什么和樊忠秀在一起 还称兄道弟呢 真奇怪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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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 皇马克重出江湖 管尽天下不平事 杀尽天下恶人 安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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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你 你来干什么 安少侠 清风宝和丹凤轩的比武 就要开始了 樊包主让我来请你 稍等一下 好 我们走 请 甩红勺 你毒害我姬义兄弟 血洗岳阳门双鹤堂 屠戮银新岛 你心狠手辣坏事做尽天理难容 今日老夫要与你决意死仗 樊中秀 武林七修竹一灭亡 是你们咎由自取 我水红烧就算把你们一个个生吞活泼 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凤凤凤山的那场大火 虽然已经熄灭了十六年 可是我心中的复仇之火 却仍在燃烧 今天 我终于和你做一个了断了 老夫不与你打嘴杖 咱们擂台上见 水红手 快来拜进武当东宗掌门 苗远松 请 请 樊中秀 你可真是让我小瞧了你 自己功夫不行就搬来救兵 不过我告诉你 别以为有武当东宗给你撑腰 我就怕了 水掌门 我苗远松不是来比武的 樊宝主请我前来 是来主持这场比武的 水掌门你意下如何 好 哼 既然武当东宗的苗掌门都来了 我水红勺要是不同意 就显得我丹奉轩太小气了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 主持比武必须公正 否则的话 别怪我水红勺翻脸不承认 水掌门多虑了 我苗远松一定会秉公主持 比武就在这擂台上进行 丹凤轩和清风堡一次只能上一个人 而且同一个人只能比试一场 三举两胜 水掌门你看如何 怎么办 苗掌门 如果是有一方已经上了擂台 他又要求换人怎么办 只要上了擂台 就不能换人 必须分出胜负 好 一言即出 似马难追 只要你武当东宗主持公道 不偏袒清风堡 我丹凤轩就和你们井水不犯河水 但如果你有失公允的话 可别怪我水红勺翻脸无情 水掌门 我是东宗掌门 不会偏袒你们任何一方 而且我也不会害怕你们的威胁 苗远松 你的妹妹苗红霜和外甥女苗细月 就在大船之上 你若真能信守承诺 禀宫主持 那比武之后 我自然会放了他们 否则的话 他们就别想活过今天 舅舅 快来救我娘 不许可 我舅舅来了 会把你们全杀了 舅舅 走 走 快点 水红勺 我可告诉你 我苗远松会秉公主持 但是你如果敢出尔反尔的 老夫绝不会轻饶了你 苗远松 时辰已到 比武可以开始了吗 瞒着 水红勺 刚才你答应放了我的侄儿 尹建平 你要说话算话 叶元 把人带过来 把尹建平带上擂台 让苗远松当着众人的面好好看看 尹建平是否安然无恙 免得一会儿有一些卑鄙无耻的小人 故意找茬儿 如果您带过到山谷 或许大 Method 苗远松 请吧 岳阳门引建平 拜见东宗掌门 吟少侠请起 樊宝主 引少侠一切安好 尽管放心 多谢苗掌门 建平 这几日你受苦了 快过来信一下 一会儿上台比武 樊宗秀 这第一回合还没开始打 你们清风宝怎么就认输了 水红烧 你什么意思 刚才苗远松说过 清风宝和丹凤轩 每次只能一人上擂台 上了擂台就必须分出胜负 现在引建平已经在擂台之上 而你樊忠秀却要让他走下擂台 你们清风宝岂不就是在认输吗 建平是被你绑上擂台的 这不算数 你们清风宝向来巧舌善变 诡计多端 我今天也算长见识 好 那我丹凤轩就暂且宽恕你一回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今天引建平一旦下了擂台 就不能再上擂台了 我说 我让他们捆了几日 正想活动活动筋骨呢 就让侄儿给您打个头阵吧 水红勺 你扣了我的海棠丘鹿 该还我了吧 引建平 海棠丘鹿何时称你了 他的主人本是道中如来空心和尚 如果你现在承认 你是道中如来的徒弟 那我就把剑给你 天平 我 谢五叔 金珠 这把海棠丘鹿 萧金断玉 锋利无比 你就拿着它为丹凤轩立功吧 是 师父 他手上没了宝剑 怎是金珠对手 他会没命的 师父 引建平数次从弟子手下逃脱 我今天 必须跟他分个胜负高地 好 如果今天你输了 就不要再来见我了 是 丹凤轩与青凤宝比武 第一场引建平队干尸九妹 点火 화를 马胜里 飞 飞 飞 我 给 Storm